老爷子的这番话让我瞬间明白了他 这枚棋子就等于现在的 难道他知道了我重生的事情 与此同时的永安城城主府 我的未婚妻孔欣欣正和他的父亲孔帆争论宋孔两家的婚事 对于毁婚这件事 他父亲是非常反对的 如果当年没有我爸宋浪的提醒 他们孔家就没有今天的荣耀 而且孔帆他还听到了我在圆顶城力挽狂澜的事情 这样更加让他笃定这婚不能活 而且今晚他们也要来参加宋家的家宴 对于他爹的劝说 孔欣欣就表示那又怎样 他的寻下哥哥肯定要比我好 这个名字孔帆听了就来气 一个混迹街头的孤儿能有多大的本事 对此孔欣欣就说他的寻下哥哥已经练习两年半 现在已经成为了白龙帮帮主 而且他还悄悄透露给孔欣欣说 他将会在一个月左右成为新魂江曹人的素人 就算我现在是左辞的素人 也比不上他家寻下哥哥的努力 在他话音刚落之际 阳台那边就传来了孔家老爷子的赞同声 这老家伙才刚突破到天阶初七 就口气狂妄的说区区宋家而已 不嫁就不嫁 对于自家老爷子突破天阶智骨的事情 他们父女俩立即送上了祝福 而且他们还很紧迫的想知道 他现在对比起我们宋静中老爷子来说谁更强 结果这老东西还臭不要脸的说 我爷爷一直卡在天阶初七 虽然他才刚突破 但也有信心跟我们宋家拜拜手腕 看到自己爷爷都这么说 那孔欣欣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还说宋家谁不愿意退婚做大事 他的这些话就连他爹都看不下去 宋家怎么说都是天都的大士族 就算现在稍显没落也不能这样撕破脸 结果孔真老爷子就说 他也支持孙女毁婚的决定 并且他觉得巡下和孙女才是良配 孔家和宋家联姻最多能有几十年生活无忧 但如果新魂将曹人的素人入赘孔家的话 别说百年富贵了 就算重回中州孔家认祖归宗都完全可以 而且他现在已经突破到天阶修为 跟宋家比起来 他自认为已经是旗鼓相当了 但如果让巡下这个孤儿入赘到孔家 然后他们再倾注资源去培养 那以后就更是压宋家一口 他的说法让孔帆都瞬间觉得大有可恶 这是他从来没考虑过的事情 对此孔老爷就问自己孙女 是否有把握让巡下入赘到他们家 并且要再次确认 他是否一定会成为曹人的孙女 这个问题孔欣欣就说 他的好哥哥是不会骗他的 而且入赘的事情肯定没问题 因为他们俩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对此孔老爷子表现得非常开心 并且当即喊着要来宋家跟我退婚 但现在他们父女俩 就苦恼着用什么借口来跟我退婚 本来还想用我魂迈残缺的事情 来借体发挥 可惜现在不能用了 结果孔老爷子居然狂妄地说 不需要任何的东西 现在他已经是天阶强者 而强者的拳头就是道理 并且他还表示自己早有准备 如果宋静中出手 他不建议直接翻脸 而他作为依仗的东西 居然是我在圆顶城卖给红柿商会的一枚三星状弓弹 大家还记得这两个人吗 一个是宋家的门窝 一个是宋家东院的专属司机 而且他们的修为实力都非常强 均为天阶中期的大宗师 但为何实力高强的 他们会愿意去身在宋家 当起了门卫和司机呢 早在二十年前 他们俩人其实是天都国悬甲卫中 大名鼎鼎的悬甲六节中的一员 悬甲卫虽然已经成军超过百年 但真正让悬甲卫走上巅峰的 却是悬甲六节之手的宋家三公子宋浪 但传言说当年的悬甲六节 已经在十六年前陨落于地灵之战中 其中就包括了六节之手的宋浪 不过现在悬甲六节中的两人 都出现在了宋家当中 这中间其实是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 还牵涉到了现任悬甲卫的那位五圣女同理 这个故事发生于新历1310年的林荫城 这座要塞城市位于天都国北部的林河左岸 是巩卫帝都的六座军事要塞之一 当时身为悬甲卫千人将的马三六 就在这里执行着上面给的护送物资任务 这天一早他就开始军行摩托 来到了这里的红市航运码 并且抱怨红市商会的人 太早通知他过来验收货 对此商会的人就先让他验一下货 因为这些东西是上面说急需的 验完货之后 他在陪马爷品尝一下 今年新采的好茶当做道歉 而就在他们悠哉悠哉的品茶时 马叔的裤兜里 却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证据 他手上的这个东西 是宋浪的妻子制造的新魂 将素人雷达 而现在上面却突然提醒他 发现了一个强度非常惊人的素人 并且目标人物距离他还非常的近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人他在来码头之前 就已经遇到过 在林英城的望江区 有一处鱼龙混杂的平民区 而这一户挂着一个红灯笼的住户 就是现任玄甲卫统 率迪兰年幼时候的家 当时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不久 母亲也因为继劳成疾 现在只能在家养病 所以年幼的迪兰每天在上学前 都给母亲包好药和饭菜 放在家里才出门 而且在出门前 他都会吩咐 比他年幼的弟弟监督母亲喝药 他那时候唯一的希望 就是让过世的父亲保佑母亲早日康复 其实年幼的他实力 早已超越了很多同龄的海人 甚至一些大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为了上学不迟到 两层楼高的阳台 他说跳下去就跳下去 上完一天的课后 他又要火焙火燎地 去码头冒名顶替父亲以前的工作 而今天当他来到码头的时候 就发现值班的警卫特别多 正当他在想办法混进去的时候 他父亲以前的同事 在后面叫住了他 并且让他走那边 带他进去码头工作 他为了挣钱 也只能悄悄地从那边走 不过他还是很好奇 为什么今天码头这边 这么多警卫燕房 对此他父亲的工友就说 今天有悬甲位的大人物过来取货 所以检查也特别严格 而且这支精锐部队 就驻扎在城东营地那边 据说里面最弱的 都是玄阶颠踪的强者 不过此时的迪兰 对这些还没有什么概念 所以只能随口 几声应付过去 当他们来到码头装备库的时候 那位工友就拜托管理人胖叔 把迪兰父亲那块机甲魂服 拿出来用 并且把乖巧的小迪 介绍给胖叔认识 因为现在 他一直在顶替父亲生前的工作 所以要混个脸书以后方便做事 对此胖叔也知道了 最近一直顶翻的原来是他的龟 不过 他还是调侃了一句 长得不太像老迪 虽然这人嘴是多了的 但心地还是很好的 很快他就把老迪的魂服 交给了小迪 然后看着他们离开的时候 他还替小迪心疼了一把 家里失去了底梁子 这么小的孩子 就要出来挣钱养家 在那位工友的带领下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工作地 然后他就让小迪在这构装机体 在开始工作前 还提醒小迪要靓丽而行 别出差子 而小迪在拿到父亲的魂服后 就开始构装那台名用的 安远式机甲 看着他构装机体的过程 那位工友都感叹他的实力 年纪轻轻就有如此的天赋 对于普通人来说 简直不肯思议 而他构装机体时 散发的气势 正好被马叔身上的素人雷达 检测到了 宋家老祖前世 到底是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 才能让宋家里面 出来两个穿越者呢 当宋老爷子说出棋子 跳出了棋局 当起了棋手这话之后 我就知道 他大概是知道某些事情的 但很快 他又说自己只是想单纯的 回忆不起 然后他还让我继续说 秘境奇遇的事情 这老家伙这是在玩哪一处啊 怎么这么奇怪啊 现在这样 我也只能把事情全盘拖出了 不过故事的开头 我还是做了一点艺术加工 我把这一切的经历 都归结于 我在某个超古代秘境中 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幻境空间 然后我在里面看到了 一个月后 南皇这里会爆发一次 史无前例的凶兽潮 所以这就是我赶着回家的原因 因为在幻境中 我看到了宋家将士 在战场中 落得了一个全军覆灭的下场 所以我们要赶紧做好准备 抵御这次的危机 保全宋家于危难之中 而且这一波兽潮 在吞没了永安城之后 会一路向导 这样会严重削弱 天都国的战斗力 这样的直接后果 就是导致后来 弥伦国承虚而入后 发生了那种天都城巨战 在决战之后 我就流亡到了西水国那边 并且得到了一个地理 再然后我干脆跟老爷子 说出了那60年 辗转流离的经历 期间宋母书 他都一直守在书房外 等我们的谈话结束 经过两个小时的等待 他没等来我们出来的消息 但却等来了 中院管家诵经叫他的声音